中部地区万安45号演示在今天的报来电池 南岛管理务的民进进王国党委来寄赞 包括南岛市公司、比南署、民众所算安定的总控 表示南岛有民进中心、最立发电枪定定 都有可能行为攻击的目标 感谢大家做好演练加共相关的应勉令 演练就会断来时算一极回响 南岛市公司的地下是新闻到漂亮的地方 印度民众所算做好各种案例 除了设置有战争一名、副战争两名 是我们的台主监政头 在我们的 万安45号演示开始进行 南岛管理务的民进党人 先听处到管理务警察局、民众关队中心的干部 然后对到金布西乡去 实际落上交通的关队 结果漂亮中所演练中风 感谢众来的配合 靠起来做好的演练的工作 要感谢我们各参与单位的演练的工作单位 大家都非常乐视的配偶 要宣传我们所有的县民 大家在一点半到两点的时候 都要近日 这个防空避难所 还有所有商店都要关门起来 在演习的时候可以看到 所有的商家都拉上了铁门 还有街上都能够完成的进空 代表他事先的准备 跟执行都能够很落实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自从2月24号开始 俄乌战争的发生 都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启示 就是我们不可没有准备 管党的民情紧急事 那尤其有震惊 南大冠的危机重要 他会安然有全国的准备 这可以在禁止的时刻来 最后的因应 这个战争什么叫爆发 我们是很难意料的 尤其我们蓝头县 有一个兵准中心 还有中疗县的一个变电 调配中心 将来战争爆发 爆发以后都是敌人 要攻击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蓝头县 我们一定要加强来演练 加强做准备 避免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也臭所不及 南大冠这边当完结 就近了之后面了 一千多人到这里 参加到安心 既面下日的准备 之后开始的安人 这就很大的庆庭 记者 女心 吵不吵